姜俊傑74歲 吉林市機械廠退休 退休金3000元 李懿 住房面積44平 哎呀 看咱姜叔這身打悶 這精神面貌 一點都不像74歲的人 這塊我就不買套賣嗎 我負責給這個門的九點鐘鎖門 五點半開著 就下班屋裡丟啥玉我都沒關係 他是就是跟你熟悉 給我1000塊錢 給你1000塊錢每個月 公司到日子就給 走吧 小巫 我不用拖鞋呀 不用不用不用 沒有完了我就摘 你看我這是我的 這是什麼呀 這是這麼叫亮畫 請問一下 亮畫插著後園 對 這是我的工作證 亮畫的工作證 這個是北山的亮畫管理員 廣場管理員 他倆是預計 廣場管理員 廣場管理員 這是亮畫看護 平常都是幹啥呀叔 就沒幹嘛 你就說那個景觀燈 我負責看壞不壞 檢查啥 景觀燈 那是咋能看出來的 這樹上的 還有樓體的 或者是各種燈 北山一棟有八棟燈 八棟燈 有佛罩燈 六米的 兩米燈 一米燈 六米燈 影碟燈 還有那個佛岸燈 就是唐生取經那個 佛岸燈 就那個拿那個坦上 那樣的燈 完了山頂人家 整個浪有著一個像龍 是那麼一個輪廓 完了就按照那個形狀 在樹頂按著燈 它那燈有紅的綠的黃的 還有白的不一樣 所以到時候馬上一根 那根其實是增加了 挺多的那個光彩吧 就是那樣的事 退休了還看兩份活 江叔這樣的真的很少見 紅娘這粗略一算 退休金三千塊錢 再加上這兩份工資 一個月的收入 得有五千多塊錢 叔自己還說了 她特別注重自身的形象 從來就沒有過邋遢的時候 這不都是 這都是羽羊糊 這是雕 你買的雕呢 有 你是啥時候買的雕啊 哎呀 也是十多年了 這就非常殘局 你同樣的衣服辦事 到那個就不一樣 這就稚氣 這玩意就 這稚氣 別有 我也有 這下天的吧 哎呀 這下天的 這下天的 你別熟 這小貓一帶 很板著 可板著 是啊 現在這下天的 這是秋天的 還有冬天的 現在你也不打扮 現在退休了 買的事兒 看著啥紙盒的溜了 就買了 就買了 那像我這衣服你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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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衣服都50塊錢 這這 哎呀 這時尚了時候 這也是時尚了時候 這不 這50塊錢 這是現在 這是年輕人穿的嗎 是呀 那你看 這在哪兒買的啊 是吧 這不可能 這有啊 那市場 那人沒跟你說話 這是年輕人以後穿的 那時候我花錢來 這一看 咱紅娘都沒熟著衣櫃裡 樣式多 江鼠在生活中 還特別的有情緒 小燈挺好看的 小燈 這都是 哎呦 我這 原來過年整那天 拿不出來了 後來我就本 婚姻就整出來了 整出來 我說掛很多 知道嗎 這過年的時候 還得掛個大燈呢 我說有 有大的 自己一個人過生活 一定有儀式感 也得有 是不是 對 你人的心情特別主要 就人嘛 你就必須看了 自己的自己 我既不該誰又不欠誰 看得不都是嗎 這糊子一直到那兒 糊頭啊 這是糊頭件啊 糊頭件 糊頭件 整了一直到那兒 那窗 長了 這到時候都長得滿月 回來去了 江鼠在生活上 這麼有趣味 那他在感情方面 擁有著 怎樣的故事呢 單身的我始終是 我就不到四十歲就 就單身了 那倆人是憂無常理會的 我看是你 因為他那個 原先是有外遇 也不回家了 他那個是大班的班長 阿嬤同志的 他媳婦跟他在一個單位 然後後來告訴我了 告訴我了 然後我就去了 去了 他沒帶單位 但是那天他沒本 然後我就去 我們去堵去了 堵去了以後 我還怕你車上知道 這事不好 結果後來 回了後來我說 那就算了吧 我說你家不方便 咱倆碰不上頭 然後後來我就去住了 原來啊江屬過去 還有過這麼一段 失敗的婚姻 當時啊 給他造成了 不小的影響 更加沒想到的是啊 叔和他兒子之間啊 這麼多年 也一直沒有聯繫 離婚之後跟兒子不聯繫 沒來往 他媽不一樣 他媽就包括我們家親戚 就我妹妹啥的 就我兒子去窗門都不一樣 包括我這兒 老二 又上班 完了又開旅店啥的 我就來了 他說老爸我裝修房子 沒有錢 我說我也拿一萬 我說我也沒錢了給一萬 我說不要了 就給你了 你也不用寫 花了 那就這麼多 因為離婚的時候 孩子很小 所以啊 這麼多年了 再見到自己的兒子 熟著心裡啊 有著很複雜的情愫 我正好那個 哎 就開關壞了 我去找人 接開關 把正好兒子 兒媳婦抱孩子 招呼我 我就站下來 我說幹啥呢 他說你吃飯 那第一次看著孫子 那孫子四五歲了 完了我就 哎呀 我說我也沒帶錢 我就摸到時候就收五萬個錢 我說不給你 給孫子了 自打劍到了兒子之後 江叔的心裡啊 也發生了變化 兩人吧 這幫人家說打仗去 得有個仁吧 對不對 就善意的打仗 就 有的說孤獨感 要不咋說 去打麻將去 沒事啊 上去打麻將去 大伙去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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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頭五百歲我也不疼 現如今呢 叔也覺得自己一個人呢 到底不是回事 那叔現在想找個啥樣的呢 那喜歡啥樣的 反正喜歡啥樣的呀 找個就是說身體好一點 就是說長得吧高啊 就放鬆了無所謂 甚至說他沒有工資都可以 就是說人好點 我醜的時候做得過去 洪玉霞六十四歲 低寶離異 住房面積四十平 阿姨你這裙子啊 裙子我給加油 我總是穿這事兒 我上哪兒配 我打外面套上一身 你這裙子跟正常的 它還不咋一樣啊 裡面是紗是自己配的嗎 不是 這就是微信套 微信 我總是脆脆的衣服 總是這種風格咧 這也是自己配的嗎 這個 對 這都行 對 這一看 這厚阿姨和咱姜叔一樣 也是個非常愛打扮的人啊 家裡以後也沒什麼背景 等著周返就一看畫畫為事 一看畫畫為事 嗯 就錢掛的畫 給我們畫的 嗯 掛的 來 給那畫給我們畫的 那畫 我家裡還有幾個 這是你自己畫的姐 對啊 這是大畫啊 那都表了 你現在畫呢 對 我畫在這邊畫 還有嗎 還有 有沒掛我家這塊兒還有 我家那個老頭啊 他是專業 他專業 我不專業 啊 他這畫得這麼好還不專業 真是 不專業 這個圖是 這圖畫的是 這都是紅樓嗎 四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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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誰啊 這個我 反正是啟啥名就是啥名 我也記不住 這個字都是我家那個仙人寫的 哦 你這個字也太好了 我倒是 我原理字不行 我家那個仙人 他就是 他學的就是這個科目 這哪部分是你完成的爺 這我們倆也沒有說哪部分是誰完成的 反正頭的部分基本都是我家仙人畫 底半部分都是我畫 原來阿姨喜歡畫畫是因為之前的老伴 他們之間又有著怎樣的故事呢 那你現在還畫嗎 現在不畫了 老頭讓她姑娘搶走了 被姑娘搶走了 侯阿姨的這一句話是徹底把紅娘整蒙了 就是後來這個老頭她就家姑娘兒都不同意 父親姑娘孫兒都來做 前半個對付過這二十年 原來啊咱這侯阿姨在這之前 經歷過一段長達二十年 不被子女祝福的二婚經歷 這不同意 後來她就說你同不同意我得有個家 然後跟孩子待不了 這個過完姑娘兒都總來做了 侯阿姨說呀 雖說這日子難過一點 但因為兩個人興趣相投 所以啊現在記在心裡更多的是曾經的美好 這是我們在浙江義務西湖公園嗎 這個也是 那時候也沒有影集啥的 限集 限集 你就找別人 我們很少走上旅遊景點不去 就是個大街上 我整個車子擺的像 然後就坐那裡畫 有遊人就畫 畫完了要是沒人畫了 我倆落著車就接著再走 我也不坐車 有些熟一熟的那裡地方嗎 就從哈爾濱那時候開始走 一直往南走 就坐車去下車 下車到那塊兒去哪個城市裡 下來就坐那裡做畫了 坐上畫了 完就要沒有人畫 我倆直接坐車再走 一路就從那一路走的時候 就往南走 邊走邊畫 去年我倆的約會 我說來年呢 哪塊兒都不像咱們倆待了 咱倆就不畫了 不畫咱倆背著畫牙巴 咱倆上雲呢上大理 咱倆連旅遊到那裡溜著玩 要一天兩個人活吧 挺浪漫的 玩然後呢 你在外邊花 這個錢也夠吃夠住 蠻挺有意思的 因為不可調和的矛盾 侯阿姨和前老伴最終分開了 幾乎就是 就一八年到這一九年 就這一年做得厲害 三點五頭就 三點兩頭就來到 狼虎為豪租啊 所以啊 現在的侯阿姨在找老伴 有一個必須要講的條件 那就是對方的兒女必須支持 在此之上 我們再看其他的方面 阿姨在找的話 兩個人在一起 對對方還是有啥要求 對對方乾脆力量就行的 也沒有太多的要求 他有啥加蛋我也不要 就是說這個人吧 不用差不多七十五歲 因為年歲太大了 咱們說經溫不起 帶有病三的 這邊路上越來越近了 越來越近了 咱們就是經溫不了 然後再好好的過他幾年 是不是啊 先說再過了幾年 就都老了 就趕緊到另一個世界了 經過這一天的了解呀 侯阿姨需要一位 能夠給他帶來安全感 沒有負擔的好男人 你吃一會兒啊 我給你扒絕子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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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自己沒事 媽 這現在天天都幹啥呀 退休了嗎 退休我這個 等兩號半 當團點技術 就當天檢查檢查 拿到換個換 完了剩下 是 這呆著沒義務 又在這個單位 就退休 但卻幹十二年了 侯阿姨在之前的感情裡 付出了很多 最終什麼都沒得到 所以啊 現在很難再信任對方了 雖然是想和對方 十七十一過日子 但當了技呀 就沒有勞保了 那乾脆呀 就不登技了 一次性要些養老錢 好給自己一些保障 就是我這個錢我自己說了算 到時候一個月 我給你一個一千兩千 都無所謂 對不對 你就用不著 就是說 我並不是說 我沒有一萬塊錢 你就十萬我也可能有 對不對 你看這個事兒 在我家 就不可能發生這些事 江淑啊也理解對方 了解到他之前的經歷 所以現在有很多的顧慮 也承諾了在一起之後啊 每個月的工資 可以交給對方 但是阿姨的心裡啊 還是沒辦法 給他直接的信任 你是說呀 是這麼說 當老了吧 就有權不當令了 知道嗎 當不當令 各國各日 權利你是有 但是你不當令說話不好使 你可以遺囑 去到這 遺囑啊 我這會兒還有遺囑啊 遺囑 你也上法院上那個 爺爺姑娘兒女這麼說 這房子害我媽媽在四十六 那時候就有這房子 女那個沒有管 找老伴登記了 就得給一半 我這個計算給不了啊 行 完了我考慮考慮 是不是 行 肯定考慮考慮吧 郭春華 53歲 長春市製藥廠退休 退休金2300元 離異 我現在就是 就我自己 現在房子這個 越來越歲數大了 不方便 就買的一樓 就這種事兒 沒啥負擔 一個工資呢 退休的三千多 完了在外頭幹活呢 還有兩份 兩份人得開兩千塊錢 完了我也不心做買 基本也夠用 也不抽煙不喝酒 也把缺點有時候搭點麻將 也都沒有 我在養老院工作 當後工 兒結婚了 兒結婚了 我就一個人 就一個孩子 對 就一個孩子 我倒不是說你發福的 你說條件 發我自己 就這種條件 其實他好像是 沒想到我 要不你說一會兒 咱們就去吃個飯 一頓交流之後 雖然工阿姨 對叔叔的印象 還不是很好 但叔叔說了 既然來到吉林市了 他就想進一下地主之一 請阿姨出去吃個飯 既然都來了 咱們都認識也是朋友 有啥事就打了 今天咱們一堆就簡單地吃個飯 完了你們再走 聽不懂 以後有事就有導演 完了到時候他一聯繫 完了就 咱就走 就走 到那屋 到那吃飯的屋 就在這跟餐 非常好 也不是什麼大飯店 就無所謂 吃什麼 好 好 好 點吧 好 你想吃什麼就拿 拿就行 都行 都行 我伯伯就點喝到你 吃一塊 來 兩 你不喝點酒 我不會 你不喝點酒 你都不會 你都不會 喝不喝不喝 看這些菜足以見得江叔對阿姨有多麼的上心 郭阿姨呢 多多少少也感覺到了叔叔的心意 我沒有房子 我沒房子 沒房子 我的房子呢 是我兒子結婚的時候我賣了 那行 我葛昌春呢 要了一個公主房 你爸自己 還沒下來 你家的事 你自己安排 我家兒子呢 大哥就是說這 今天32歲 去年結婚 兒子現在呢 不怎麼太著家 可深圳那邊呢 有一個酒吧 可昌春 退休還多錢呢 我退休是開2000多塊錢 完了這又上班了 對我又上班 我跟你說這用不了 對 就錢吧 不太多 十二顆紙 他說你呢 是我的 我也沒誰給的 我從來就這麼想 我的性格是比較安靜 不喜歡說這澄清那吵吵鬧鬧的 可能是一個人習慣了 當時就行了 我安靜 你就不幹了那活 回家裡想幹 我給你安排 就是說完全可以 看咱江叔說的 有他在 阿姨都不用出去幹活 他掙的錢養活兩個人 那是妥妥的夠用啊 找一個人就要 白頭偕老 因為我單身30年了 我想找一個人呢 就是說這過到老 就是 過到老 是關點 就是後半生的伴兒吧 對 後半生的伴兒 就說你就是有錢晚上了 你說有病了上一個 要說這我要不管我兒子 那哪個當父母的 都不可能說不管自己的孩子 反正我這條件得怎麼說呢 我這條件說好也不好 說不好的還湊合吧 還可以 這錢就不錯 有兩天多塊錢嘛 就是說呢 包括你單內我可以說 我 你的所有的 你的房子都給你兒子 我什麼都不要 不 我就要給你兒子 別的不要 家有萬斤不如有個好老伴兒啊 咱江淑真是鄉中郭阿姨了 啥也不要 就要你這個人 所以我把你呢 我初步印象嘛 還可以 你就考慮我的條件 能不能適合於你 要行的話呢 咱們就出一點時間 完了 電話聯繫 可以 沒啥事了 晚上樂樂喝 可以 愛情是靠自己的努力爭取來的 今天江淑啊 就很好地詮釋了這句話 最終叔叔阿姨 互相留了電話號碼 約定晚上到家之後打電話 倆人啊 可以先聯繫聯繫 那行 晚上打電話吧 到家以後 行不行 告訴我一聲 行行 對不呢 好了 謝謝 劉曉東 五十六歲 環外衛生管理處工作 工資四千六百元 住房面積五十六平 你這幹啥呢 剛才呀 看你拿個鏟子給這錯啊 清理上面的油漬 搞水槍一打 其實我每天做的工作就是這樣 那咱這每天這樣處理這個桶 大概處理多少個呀一天 差不多三十個到十十個月了 你覺得你們這個桶長 剛才好嗎 這隊長啊 這啥子隊長 對 相當好啊 還好 哎呀 能幹 師傅耐勞 誰幹隊長 當喜愛的話 能幹 哎呀 這劉大哥在工作上 那可真是認真盡責呀 唠著歌 劉大哥都沒停下手裡的活 這不和紅娘聊了會兒之後啊 又趕忙帶著兄弟去忙活了 眼看著呀 這劉大哥忙完這一片 就趕緊帶著紅娘 趕下一個工作地點了 之前是專業工 專業工又修理過 後來又開車 反正那個時候好像 有點低 是好像華爾工人 批評其他的行業要低 第一是不是 實際也沒有 這個單位正式工少 其實工藝港和臨時工不多 那您最開始來的時候 是正式工嗎 是啊 是啊 80年參加工作就是正式工 還有一個最主要是 現在沒有 沒有扁 現在沒有扁 那您呢 我是在扁的 在扁的 那聊天室來講 工資這麼高的很少很少 沒有 那在單位呢 在單位您這個工資 也算挺高的嗎 因為我這個年齡比我低低太多了 那為啥您的工資比他們的高呢 因為一是工零 另外二就是 因為他們都是級別沒有我高 我這邊是高級 有的是初級有的是中級 我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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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 不過呢 也跟我開一樣的車 也是 他還比我大呢 他就是連初級都沒考上 去年他考初級都沒考上 那您呢 你是一次考上的嗎 我是一次考上的 看咱劉大哥 在單位不僅是正式在編的員工 工資在單位啊 也算是拔尖的 紅娘了解到啊 這劉大哥每個月有4600多的工資 這在遼遠啊也是比較高的了 不過這一切啊 都是因為劉大哥 對自己這份工作有著這份認真勁啊 這剛到工作地點啊 眼睛就盯上地上的活了 這平時也是你們要做的活嗎 要做這個 這個太長了 要不然看著不舒服 看著不舒服 就順手給它刷一下 我們出門也要刷那個頭 這幹完一上午的活啊 劉大哥就帶著紅娘回到了單位 做好收尾工作 眼看著中午了 每天工作地點站點家 三點一線的劉大哥 準備帶著咱紅娘回家看看 五樓到 快到了 快到了 進 進了 不是 你這我收的時候挺乾淨的嗎 乾淨啥就是隨便 隨便 不知道可以收拾一次啊 隨時就收拾一次 不是說是多少天 隨時就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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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得不對的就整一下就玩笑了 參觀一下可以嗎 可以隨便自己家嘛隨便坐 隨便看 隨便看 咱這房子怎麼大的 五十六點兒五十六 五十六 你平時就住不住這個屋子 哪兒都住我自己想 有時候在沙發上睡了 有時候跑那個床就睡了 房子怎麼沒有那麼大貓 那你趕緊呢 你看這小屋手勢多厲害啊 趕緊啥趕緊 這劉大哥呀 真是個勤快人 這屋收拾的 是立立正正的呀 這居家的品質 可是一個加分相啊 這不喜歡 我的天 這大麻將不會挺大的 沒有這個 我家五姊妹 全部願意玩的你知道嗎 我就是 何必上家大麻將 咱買一個吧 平時喜歡大麻將還是不喜歡 喜歡大 年齡大了就不想 天天多累 天多肥 那以前有沒有因為這個 就是影響家庭呢 傷害太大了 所以說不喜歡那種 女同事打麻將 你知道女同事 出去打麻將時間長 那就不對 你知道嗎 那你前妻是因為打麻將 類似別的嗎 應該不 所以說這就挺反感的 這個 前妻因為打麻將疏忽了家裡 再加上平時也會有爭吵 最後就離開了劉大哥 雖然劉大哥對於這個事情不願多說 不過也能看得出 這件事對劉大哥有著不小的影響啊 你們離婚之後這個子女是怎麼判的 那一夜一個嘛 大的龜塔小的龜塔 從高中到大學 你知道工一個大學生有多難嗎 而且工資高還好 工資尤其工資低的 真的 實際一個工天 我也有點難弄你知道嗎 你說你看 一個人回家還要做飯 啥都要管 然後你這又不回來 自己就覺得挺有點失落 找個糟 還是找個另一番沒事說 聊聊天 兩個人挺好的我覺得 離婚後的劉大哥 帶著小兒子生活 獨自撫養兒子長大 寧可自己少吃點少穿點 都想把最好的六個兒子 現在兒子在外地工作 平時很少能回家 沒人陪伴沒人落坑 一個人的生活啊 也讓大哥的心裡充滿了失落 一個人的日子 泡麵成了劉大哥平時吃飯最方便的選擇 每天回到家看著空蕩蕩的房間 大哥更希望自己身邊能有個人陪伴 那咱們劉大哥想找另一半是啥樣的呢 對想找啥樣的呀 乾淨一點就好 就是最好不多話那種的 就是該怎麼說就怎麼說 還有女人一定要給男人面子 就回家打櫃都行 就在外地一定要給面子給租 最主要有醫保卡 我不是說 退休期那塊你跟我沒關係 你退休期多少是你吃一口 你就是 你就是倆兒相處好了 現在公司好給你東西 劉大哥也是不想再過這種孤獨的日子了 一心就想找個伴 一起踏踏實實地過日子 這了解了劉大哥的擇偶標準之後啊 紅娘立馬聯繫的咱趙大姐 不行 學好呀 好呀 不行 不得進 趙淑芬 五十八歲 一氣退休 退休金三千元 住房面積七十四平 我上老年大學的時候 就是那個老師就說 說得別人跳舞吧 是鍛鍊 他說你跳舞你是喜歡 一天也沒啥事 上午呢上社區跳個舞 下午回來中午吃點飯 睡一覺 然後看著電視 看著書 吱吱毛吟 就這樣 就這麼過夜二十來年 二十來年 那可不 趙大姐獨自生活了二十年 一直做著自己熱愛的事 從年輕的時候開始 就充滿著文藝氣息 到現在參加著文藝活動 這也讓大姐一直保持著年輕的心態 這是我寫的那個彪冰的風采 獲二等獎 這個是1993年 這是全國的職工讀書智日競賽 獲得一等獎 這個我們單位還特意給我獎 這是科學同學院 同學證長城日報的 我也會定期給他投稿 玩看個啥 還有特意 趙大姐年輕的時候 不僅愛看書 還參加了不少的競賽 讓紅娘對趙大姐 也是有了不同的認識 也是因為自己對文藝的喜愛 讓大姐遇到了當時 有著同樣愛好的前夫 她爸哥哥唱得特別好我前夫 哥哥特別好 說戲女孩那時候跟她在一起 我們在圖書館認識的 然後也是她送我回家 她就一路唱歌 就是唱那個 過去飛翔唱那個 什麼 你的大眼睛 美麗有三色 我就感覺她是唱我 你知道嗎 那時候年輕的時候 我眼睛特別好看 但現在完了 原本兩個人 應該一直過著幸福的生活 但慢慢一切都變了樣 丈夫的懶惰 也讓大姐傷透了心 因為我家的孩子爸爸 反正說戲女孩也挺麻煩的 但是就後期 可能就是有點懶惰 就是不為這個家負責任 我做人流 那時候就是懷孕了 然後就去做人工有產 她把我送那塊去做完了 她也沒去接我 反正挺傷悶的 後來就是從吵鬧誰不理誰 感情慢慢淡了 淡了就分開了 那時候她是去忙忙啥去了 玩去了 她那時候她沒啥子 沒有工作的 之前的感情經歷 讓趙大姐對於之後的日子 有了自己的想法 我在沙發上躺著燒了一壺水 我就幫她洗一洗 腰一下就扭了 三天沒動她 完了我那個時候 我就覺得身邊沒有人 真的不行 有時候去洗子 我要是找到一個不用別的 每天早晨可以一起逛找事 買點想吃的東西 比如說回來她做飯 我就會收拾屋子 或者我做飯 你稍微整理一下 是不是 你今天白天出去了 我在家我就會做好飯 才等你 如果要可以的話 兩個人一起出去 不就更好 要是能找到一個合適的 多理解 多互相理解 多站在對方的角度 多考慮問題 兩個人相互理解 相互陪伴 溫心體貼的生活 成為了趙大姐所期望的 紅娘帶著趙大姐的這份期望 帶著劉大哥來見咱們趙大姐的 我給您介紹一下子 這個是劉曉冬 劉曉冬 然後給我看看這個是叫趙淑芬 劉大哥從燎原到長春 來見咱們趙大姐 原本應該到咱大姐家裡看看 但因為一些特殊的原因 就把見面地點選在了公園 我原來吧 他們別不介紹一個 就是人挺好的 但是一喝酒吧 他可能就是有點變樣 完了分手以後 他成天上我家門口找我 就成天跟他堵著 我就實在是 都覺得太難為情了 我心話就還沒處咋地 等以後 要是如果說兩個人處好 那必須得到家看看 那是很正常的 但現在吧 他就是我感覺就是單身女兒嘛 我輕易不願意讓人上我家去 讓我猶豫的就是本身吧 兩個人認識以後 你不得互相交往嗎 太遠了就好像是了解的 就不是那麼方便 我看他那塊兒有點高小彎子 就像這樣 家瑋去聊一下說一下 去講去說 然後天家的同學們 好 等兒留了聯繫方式啊 這天也晚了 劉大哥就送趙大姐 上車回家了 來 拜拜 謝謝啊 寧靜 54歲 放偶 糧食部門退休 工資3600元 和姐姐同住 就吃了水果 然後給你介紹一下吧 這是劉曉東 不管叫劉哥 然後那個哥姐 叫寧靜 不用看了 就看他褲子一斜碗 那一放就知道這人 那個眼還乾淨的眼神 還挺好的 沒有想像那麼順 那麼大傻的 醜眼眼還行 看來呀 這倆人對彼此的印象 都還不錯 劉大哥家裡收拾得乾淨 這在寧大姐之下 加了不少的印象分 她是哪種多 我家是一斜 這幾年 平方休息一下哪兒 那是我 下去就是我待會兒的 這多近呢 是不是 七八分鐘走到了 是 你看我天早上走 你給我待會兒去哪兒 下面 原來這寧大姐和劉大哥 雖然住在一個小區 但兩個人之前啊 從沒見過面 有著這樣緣分的兩個人 能擦出怎樣的火花呢 您好 我在火尾處上 火尾處啊 你今年多大歲數 我今年五十七熟兔 熟兔的 你和我處幹什麼工作呀 開鎖 開鎖的 你那個一月工資多少錢 四千六千百塊錢 要說退呢 退行 你有能退三千五千 姐也是今天趕休息啊 姐做點上班的 上班的 我上一天歇一天 等等 在竹籃樹 竹籃樹 就是那個龍吉花園 正大門對面就是 那是上一天還是 上一天 早晨十點半到晚上十一點半 早晨幾天 十點半 中午十點半去啊 嗯 八月啊 八月十一點半下班 幹啥呀 我是搭受衛生 就是包房誰走的 然後就反正大內什麼的 可以扑一下 你這個工資不高嗎 一千八 都是一千八 嗯 原本可以過過悠閒的日子 但是大姐覺得 就算退休了 也應該幹點啥 她說呀 工資多少不重要 重要的是 要有點事幹 那個那你 那什麼呢 你是離婚的嗎 對 還有聯繫嗎 沒有聯繫 電話都沒有誰 誰聯繫誰呀 離婚多少年了 十多年了 那你是男孩女孩呀 男孩啊 男孩啊 嗯 結婚了唄 沒有 她長出一去 哦 多大還沒結婚呢 二十二 那還那麼小呢 嗯 那個 那個 兩個嘛 那個 那個大的 快幹嘛 哦 都是男孩啊 對 人兒還行 但是有一點 沒想到嗎 我兒子沒結婚 我有點負擔太重點 我這個條件就是這樣 我兒子兒媳婦 我現在得去照顧 馬上要生孩子了 年底生孩子 這期間我也得去照顧 那是正常事 這劉大哥的兒子沒結婚 讓寧大姐心裡啊 多了一些顧慮 自己要去照顧 快要生孩子的兒媳婦 劉大哥的兒子啊 年紀還小 寧大姐認為啊 以後生活 也是有著不小的負擔呀 我就是 我和我姐 我姐殘疑 她不會說話 反正我走哪兒 帶著那兒 她是 得帶著 她一個人不行 肚子是不是 57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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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點她有工資 有退休金 那她有地板嗎 沒有 以前有 都退休了沒有了 有退休金1800多 她哪單位呢 原質上的 那她平時咋能這裡 也比我都乾淨 那家熟子的 熟子家做飯都會 就身邊只有人 她少人 自己不行 咱說都是一奶當包 你她也吃不了喝不了 你是大把手而已 對 就是大把手這樣 這很正常的 寧大姐說了 這以後過日子 姐姐是一定要帶著的 不過這劉大哥覺得啊 這都是舉手之勞 不是啥麻煩事兒 這倒讓寧大姐啊 這心裡一暖 我們倆是單位 一個單位的 一個單位的 不是關門廠嗎 對 她是 我知道面人廠 不是到關門廠真的 就一個那個 那個什麼一樑窟院裡 完了那個 我是十八上單位上班 我那時候年輕 那時候穿台喇叭 喇叭個兒高 領領一進院的時候 我們廠了二百多人 都看 她就從那開始就相容了 那時候我們不是一個車間 我是食品車間 她是掛面車間 上了一年多以後 完了就給我分到唐木班 她打面 我是那個看杆 一來二去的就是追 也是小 就打打鬧鬧的一天 腳也挺好的那時候 後來她打病的時候 就煩我了 就我一到她跟前 她就告我 你別讓我跟前 我煩了 然後她媽還說 她臨死不留念 就怕你想的 她不讓你想的 臨死不留念 她都沒閉眼睛 寧大姐的丈夫去世之後 家裡的重擔 就落在了大姐的肩膀上 一直忙著照顧兒子 沒考慮過自己的個人問題 兒子結婚之後 這才開始 有想給自己 找個伴兒的想法 那個我想問一下 如果假如說解了婚以後 就是這個工資錢 你怎麼支配兩個人 我也有工資 你也有工資 怎麼支配這個生活 你的工資 你自己留的 跟我沒關係 你自己留的 開銷的由我來開銷 13幾 139 139多少 劉大哥和寧大姐相互了解之後 也讓咱寧大姐 放下了一些心裡的猶豫 這倆人相互留了聯繫方式 想要以後 倆人慢慢了解 慢慢相處試試 給你眼妖上啊